这个理工男大帅哥同时被三个女孩子喜欢 最后却因为自己的优柔寡断给完脱了 身高187的高学历理工男 因为在自我介绍栏写满了看不懂的数学公式 导致四位女嘉宾没有一个选择他 不过女嘉宾们正式和他见面后 瞬间改变了想法 真的是放光 红红都变大 放光了他们 二号知性姐直求表达好感 不要叹气 对我们四个对你是最好奇的 对对对对 对你充满了好奇 我是觉得四个女生都对你充满比较感兴趣 一号元气妹抢先上他的车 可以上一车吗 可以上一车吗 分组跳舞时 女生们更是虎视眈眈 而理工男同样也有想接触的对象 那就是一直表现的相对淡定的小仙 也是在这时 理工男被老师点名 获得了优先选择伴侣的权利 还以为他会果断选择小仙 结果他一脸为难纠结了起来 我好想知道充满写谁 不计个礼 不过就是跳个舞 纠结啥啊 连女孩子们都整尴尬了 这个时候这样有点别扭 就带来帮帮我选一个嘛 这个时候一个快速选择 无论选哪个都比纠结好 就是 我们选择困难 我们跟他困难 特别困难 好像有很多选择一样 帮你帮我选一个 最后还是小奶狗弟弟出来打人场 理工男才半推半就选择了小仙 直接选你旁边小姐就好了呀 就现在这样吧 你就不动了 OK 事后理工男在采访中解释 自己其实就是想选小仙 只是担心小仙对自己没兴趣 嗯就很难评 好在小仙并没有因此生气 晚上的写信环节 他和理工男互投了彼此 比较抓马的是 理工男不仅给小仙写了信 他给元气妹也写了信 对此理工男再次解释 自己只是出于礼貌 虽然我有一种格说 礼貌性的东西 在晚会找 还有礼貌性 你们为什么会有礼貌性 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很纯粹呀 为了所谓的礼貌 给其他女生错误的心动性好 这真的好吗 但是礼貌性在后会让人产生误会 礼貌性是只有一个的 但是世界会有很多的世界 比如说一百个世界 就只有一些事情 那我就继续四个世界 就是小仙 就也没有赋予他那么深的意义 嗯就凭着最后一句话 小仙对理工男是半点心思都没了 而理工男这边呢 倒是没想着那么快放弃小仙 但他的做法同样很迷 真心话大冒险 理工男居然对三号HR 问出了一个比较暧昧的话题 我选真心话吧 我想问实力文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两天 有没有心动的感觉 或者说是有一种 小的激动的感觉 啊这大哥你问的啥问题啊 人女生体并觉得 你在释放心动信号啊 就我还蛮正经的 我说这个人 原来也有观察到我 这还不算完 夜间谈心环节 嘉宾建议大家互相评价彼此 理工男将一二三号女嘉宾 都给夸了一遍 好家伙 这水端的真够平的 让三位女嘉宾 都以为自己喜欢他们 并且将最终抉择的机会 给到自己后 理工男拍拍屁股 去找小仙了 殊不知小仙早就将他给拍死了 最终理工男没能找到 双向奔赴的人 只能遗憾出局了